丫头跟两位帅老板 神田陈中西28日出席 快电商跟品牌合作的新品发表会 透露已经超前部署 快要达到去年设定的18亿业绩 发奖金不手软之余 就连在家中地位都大大提升 今天可能会比较霸主 现在有比较温柔一点了 有霸有霸 有啦 其实我们快电组 加入快电商很多的家庭主妇 或者是一些妈妈 其实在家里真的收入很多 都比老公还要高 思佳那个 其实我私下真的是有关心她 我也不希望她被受影响 我觉得人都会有错误 应该是会做错的事情 可是我觉得那时候我是比较 希望她可以好好的 不管是每一次的事情 她都可以好好的 可能不管是反省或是自我调整 让自己的状态变更好 她还是很棒的业绩网 对 她还是很厉害 因为其实厂商都非常喜欢思佳姐 所以其实即使有一些新闻 我觉得都没有影响到 厂商对思佳姐的疼爱 有该关心的一定都有关心 我有关心她这个世界 但因为其实戴牙是非常坚强的女生 我觉得有的时候 因为我是一个很怕 就是关心太多会变成是 就是鸡婆或八卦的感觉 但是我就没有太多的去信问 因为也不想让她有太多的压力 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都 适当的一点关心就好了 你有受害吗 没有没有没有 你会吗 没有 没有 开玩笑 没有 因为我们那时候也是在黑社会 死期认识 对啊 对 我们那时候就是因为这样 然后就忽然变超好的 对 她没有meetoo我 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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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是好朋友 哈哈哈哈 有大包包 是 有关心的 有 该有的关心一定都有 有可以有的关心 有 焦哥的焦哥就是 他的回应其实当时好像有一篇新闻就是 他休息一阵子后有回复 说关心他的人的屁股 没有完全零进化 零进化 你们会想看我生小孩吗 应该不会吧 我生小孩还要怎么办 我就是想要知道生完小孩 生完小孩 生完小孩 生不想这一题好了 喂 这个我也想知道啊 丫头今年事业有称 今年也脱离 憲哥自立门户 不过他解释 彼此关系都还是很好 憲哥也很祝福他 要大家不要乱猜啦